大家好 我是Philio 電子穩定器Gindle在這個年代 已經是拍影片不好滑血的工具 很多人都會買它回去用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電子穩定器在做平衡的時候 會有什麼小技巧和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件事想說的就是很基本很基本的一件事 就是電子穩定器的平衡 它的平衡 我們去設定的時候 其實平衡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平衡做得不好 整個肩部的效果就會差很多 因為如果你平衡得不好 它的摩打用電越多就越來越吃便 另外就是它的平衡不好 會令到整個拍攝出來的效果大打折扣 以ezycam 3為例 它的快插板 因為它本身是manphoto的標準 所以所有manphoto的標準的波頭 或者是video頭 它都可以直接裝上去 變成你的機器的play 就不用塗太多 一塊play 你可以在頭上 又可以上去Gimbal 這個是非常方便的 為什麼我喜歡使用 因為除了它有快插板的摺口之外 有時候我會裝上去一些波頭用的 這個握一下位 這個manphoto 通常我就會買一個快插板 裝上去 變成你握一下 放上去 也 也是沒有問題的 變成方便 譬如你腳架拍攝 你可以裝上去 譬如你要手持的時候 只要你一拆 你用手持 你用Gimbal的時候 你就裝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它本身這個鏡頭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裝一些比較重的鏡頭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承托回你的鏡頭 你做一些大幅度的跑動 或者一些高速的移動的時候 它的鏡身跟鞋子的承托力會更加好 這個也是一個挺貼心的設計 我們先裝上去 記得要注意 螺絲一定要扭得緊 這個鏡頭是視乎你需不需要 有些不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拆除它 如果你需要 其實可以裝上去也可以 這個示範 我就裝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好 第一個步驟 通常我們會先做一個軸的平衡 我們先解鎖 通常 通常人分的Gimbal 都有一些鎖 是非常方便的 把平衡得更加容易 通常我有些小技巧 就是你切定的時候 我會把下面這個和後面這個軸 會鎖住了 剩下這個前後的 當我們安裝上去的時候 只要平衡這個位置 即其中一個位置 就不需要扶住 不需要去遷就它 這樣就會比較好 我們把鏡子安裝上去 我們便移動了 前後上 如果它向前傾 即它的重心還在前面 我們便將它向後移動 移動到一個位置 它在前後都是一個中心點 我們便鎖住它 做完前後這個平衡之後 我們將會做一個向上的 這個平衡 你會看到它會向前傾 這個平衡也是 我們便將它 這個螺絲 攪鬆它 然後移動到一個中間的位置 令到它的重心點 按一下 OK了 令到重心點 在中間 現在我們在上面 前後 都是一個平衡的位置 然後便到後面 後面我們便將它解鎖 但我們便會看到 它的平衡立即是不對的 因為它的左右的平衡 這個軸 這個軸的平衡 我們便要調整它 現在向左邊傾 我們便解鎖 將它移動到右邊 還不行 我們移動多一點 移動到一個平衡的位置 它便不會向左 亦不會向右 其實 如果你經常使用那支鏡 其實它的肩膜上面 有黑度 你可以記住它 如果你調整得多幾次 其實你便會大約知道哪個位置 這樣便很快速可以調整 好了 我們調整完上下左右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這個 這個很多人會不記得調整 而且這個位置 如果你不調整 你在360度轉的時候 有機會 電機的摩托不夠力 它便會轉整個圈 很多人都以為這個功能不行 其實是因為這個調平的問題 有時你會看到上網的技巧 它會叫你整支Gimbo抽起 然後90度去設定 其實都挺費力的 如果自己一個人設定 有個技巧就是 譬如我們有桌面 我們把三腳架 這個三腳架 裝上 如果我們打橫去 咬的時候 如果它的重心 在後面的時候 它會向後移的 即是我們要向前方移一點 而這個方法 就是最節省力 即是如果 它那個前後有移到的 我嘗試做一個比較錯誤的示範 給大家看 譬如我一個錯誤的BALANCE 你會看到它馬上向後 因為重心向後 我們就要在這裡調回前 調回一個BALANCE的位置 基本上 如果它是BALANCE的話 它是不會有前後移動的 看到有一點點向後移動 我們調回前一點 是需要一點點耐性的 因為如果 你用這支BALANCE 你這個步驟設定不好 基本上 你之後 你強行用電腦機 去推你這部機的力的話 一來就浪費電 二來就說 它整個穩定性 都會差很多 還有一些小技巧 就是說 你用BALANCE的時候 要留意一件事 你會看到 有些人會安裝咪 圖串 都在一部機的上面 我個人的 這個是我個人建議 我個人建議 如果你不是很熟BALANCE 或者你的肩膜 負重不是很高 我都不會建議你 安裝在一部機上 因為會整個BALANCE 還有你調完所有的MODAR之後 你無論是 安裝咪也好 安裝螢幕也好 你會影響BALANCE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需要安裝任何東西上去 我建議是 你可以在肩膜旁邊的位置 再加一些不同的配件上去 盡量都不要在機上加 因為會影響整個BALANCE 還有 如果你的肩膜的MODAR 不夠力的話 你加得越多東西 它的負擔會越大 這個是我小小的建議 剛才剛剛講完這個CN3 我們再講完這個ViuView Lab 其實ViuView Lab有一個配件 挺有趣的 那就是 除了它原本的那塊皮之外 它會有一個增膏 這個增膏有什麼好處呢 我就是很喜歡安裝的 為什麼呢 我現在試一下給大家看看 我們首先 就上了一個增膏 然後我會再上那塊皮 通常無反 我都會盡量移到最後 那個位置 因為通常的BALANCE 都是那個位置 這個東西就要視乎你的相機 這個BALANCE去定 大家如果安裝得多 都會知道 這個增膏 大家會看到 它原意就是 對鏡頭大的時候 它不會頂著鏡頭 它可以頂得到 另外一件事 我發覺 如果你用一些有轉孔的相機 很方便 因為有時候 轉孔它的底座會比較大 你會看到它的底座會比較大 如果你沒有這個增膏 扭上去 它就會頂著那塊皮 如果你有增膏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對 就會方便很多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當我 譬如不需要 一個兼無拍攝的時候 我隨時脫了那塊皮 我轉孔也好 我手持轉孔 轉大一點的鏡頭 轉無反的鏡頭也好 都不會頂著那塊皮 那塊皮又不用拆 那我依然需要的時候 才放上去 那這塊皮 那這塊皮 它除了 這塊 它除了 這塊 之外 它的底座其實不是 鏡頭的標準 之前也提過 當然 有東西要提到大家 如果你做平衡的時候 你裝上一些伸縮的鏡頭的時候 你盡量 如果你用什麼焦距 你就頂著什麼焦距 之後才做平衡 否則你做完平衡 之後再頂焦距 它就會影響平衡 其實那些摩托是夠力的 其實你硬頂也是可以的 當然這個你可以選擇來 但是問題 我會建議 如果你要一個最好的效果 都是你做平衡的時候 你去回什麼焦距 你去回那個焦距 那就不要再動了 這件事會令到平衡更完美 跟剛才一樣 我們先鎖緊的摩托 除了這個 我們先做前後的平衡 先做前後的平衡 前後正確 我們做上奧 這個已經正確 正確 正確 這個平衡 就不需要再平衡 接著就解鎖這個 左右的 看到它會向右傾 我們就向左 插一下 然後再搭配合剛剛的平衡 這個 需要少少耐性 因為做完整的平衡 都會有些技巧 可以然後鎖定 這條 好像也一樣 至最後 就可以了 它沒有向前傾向後傾向 就是平衡可以 這樣就可以用得了 另外想跟大家提一提 如果你要加一些USB線 或者一些HBMI線 去搭一些螢幕或者連接機身的話 最好在平衡的時候 一次過做完 因為不同的重量就算少少都會影響平衡 所以最好你做平衡的時候 你所有配件有什麼都要加上去 一次過做 就不要平衡完之後 才加上配件 和剛才說的一樣 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在機器上加任何東西 因為始終機器上加 會影響平衡會有不同 例如你加高了上面有螢幕 你可能機身的調平 又要做出很大的改動 所以都是那句 如果可以額外在肩膀上加 就比在機身上加 這個會比較好些 這個是我小小的建議 剛剛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小小的設定技巧 我們下一次就會帶大家去看看 我平時實戰的時候 去使用它們有什麼功能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